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VR开发子游戏图形学 在这里呢 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游戏图形学开发的一些乐趣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surface系统里面的丁点图色器 好 那么呢 回顾以前所学的这个前面一章所学的这个shed5.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hed5.0以后的surface系统呢 它的封装是更简洁 它这个地方会经过两次渲染 渲染通道会渲染两次 那么它的pass就被隐藏起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U3D呢 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通过调节里面的参数 一个是标准的standard 一个是带有高光的这种结构体 那么就能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模仿比较真实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两种结构 好 看到这个surface关键字 然后定义了一个surface的入口 好 然后它传入的是一个standard标准 它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那么大家只用遵守这个结构体 然后调节里面的参数就OK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5.0以后呢 它还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灯光渲染接口 你可以在这种 这两种这个不遵守这个U3D里面 自己定义的这个灯光渲染接口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这是封装好了 已经定死了 那么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灯光顶点 surface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参数可以调节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在编写的时候 要遵守的第二个规则 就是自定义灯光的规则 那么首先看到这个关键字 它也是surface 就表示我们要写surface系统 好 然后这个surface呢 就表示我们的surface的一个入口函数 好 这个是灯光的入口函数 好 然后这个呢 就是表示我们可以定义一个final color 就是最后一次更改 我们这个像素颜色的一个机会 一般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计算一些物 所以说这个是 灯光的入口 我们给大家标注一下 这个是surface入口 可以看成 可以看成我们的片段组合器 把它看成片段组合器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叫 这个就是可以定义一个 这个关键词啊 定义我们顶点标策器的 入口函数 好 这个number的就是定义 我们自定 定义 我们灯光的 灯光作用 入口函数 最后一般的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计算物 最后一次一次这个计算像素的入口 入口函数 入口函数 好 那么一般的我们就会遵守这个啊 这个格式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顶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显简单的从顶点标策器入口函数来开始啊 因为我们都是通过顶点片段 然后在灯光作用的入口函数到final color 经过这四个流程 一般都会这么做 好 那么其中这就是一次pass 这个地方又是一次pass 两次pass渲染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渲染会渲染两次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开始制定一个 我们的一个surface 是5.0的做法 我开始的 好 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创建一个shadow 那么创建我们标准的这个surface shadow啊 我们叫test 我开始 好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 是前面标准的这个5.0的做法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改成我们的这种这种做法 改成我们的这种做法啊 自定义 我test 好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就更改一下 化 化成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final color可以去掉啊 当然这个地方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urface呢 定义的入口函数其实是在这 那么而我们这个number的啊 其实是在我们的CG program里面啊 定义了这个入口函数 也包含了这些东西啊 那么我们调用的是这个函数 那么其实我们不用管啊 我们不用管我们就是先啊 先不设置我们的入口函数啊 我们一样一样来看 好 然后紧接到后面我们就定义了一个灯光的入口 这个顶点的入口函数啊 那么我们就来 把其他的给删掉 嗯 把其他的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删掉 好 因为他是surface schedule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也把它给删掉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也需要有一个入口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surface schedule 我们打开 可以看到 他是需要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5.0以前的一个输出啊 他是一个通用的输出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也要标记他一下 而且是做一个输出 out in out in out in out这个关键词呢 就表示他既是输入又是输出 我们把这个地方也给定一下 in out in out 表示 即是输入也是输出 好 这个关键词有了 然后这个stand 那我们就写一个.o o 吧 好 他是做一个输出 做一个下一个流程的 也就是我们灯光的一个入口啊 会把这个值传递给我们下一个啊 那么他的渲染流程就是这样的 先把顶点组织器渲染了以后 然后交给了我们surface 好 surface呢 又传递 啊 我们的把这个把这个参数传递给我们的灯光 好 最后就传给了发一个conor 所以说他的渲染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渲染流程 第一步是经过我们的wordtest 好 计算好了以后 把我们的参数 传递给我们的surface 好 然后呢 surface计算好的东西呢 就传给我们的灯光 这个我们就采用的是 Lambert是默认的一个灯光入口函数 然后最后一次呢 就是把这个参数计算好了以后 传递给我们的finalconor 最后在我们的屏幕上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首先呢 我们能看到第一步啊 我们怎么样去创建一个wordtest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有一个输出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啊 这个surface schedule 那么他需要一个输出 我们看到 O点 那么他的输出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找得到啊 就是他的输入函数 他需要这个参数 好 我们就把这个参数 这个是我们从文理采样出来的 啊 等于啊 test 2D 文理采样从哪个地方采样呢 从我们的这个文理面去采样 好了 那么他的UV呢 就是等于这个in 因为这个in的输出输入 就是在这儿 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啊 input 这个结构 好 我们来看到 因为他这里面就是UV 就是他对应的UV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的UV传递给他 UV 是一个啊 啊 点RGB 好 那么我们这样就能就能得到一个输出啊 这是一个片段着色器的一个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片段着色器的一个输出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再接着定义我们的顶点着色器 我们的顶点着色器 名字 一定要跟这个地方的名字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一个重点就来了 啊 我们的返回子呢 是输入 好 那我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什么参数呢 这个参数从哪来呢 好 我们紧接着看着后面的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输入 输出 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参 这个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啊 这个是表示我们从FBX里面怎么样达到一些数据 达到一些数据 交给我们的顶点着色器 然后我们的顶点着色器呢 又可以啊 计算一些东西 传给我们的片段着色器 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FBX里面 然后能获取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 首先看到第一个数据结构 第一个数据定的默认的数据结构 是可以获取 Polletion 法线啊 这个 啊 UV啊 文理的UV 第二个呢 是带有切线的啊 它笔上面多了一个切线 好 第三种FOR呢 就表示切线法线 还有四个UV 还有一个颜色啊 这都可以传递 传递进来 好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啊 就我们从FBX里面可以获取这个数据结构 好 然后呢 我们写在这 啊 它也一样做一个in和out 好 做一个输入函数 好 其中呢 这里面的 顶点 V点 我们再看到 看到它定义的这个从这里面获取的是Polletion 好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获取到啊 这个V的数据结构在我们的U3D里面这个CGInclude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的数据结构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名称是这样的啊 对应的三个数据结构这三个我们可以从这个FBX里面获取拿到这个不同的一个数据结构 好这个Virtes呢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语意就表示Polletion这是法线UV好那么我们就调用它的顶点对顶点做编程 我让XYZ我让它变形一下乘上一个2倍 乘等于2 我就是让XYZ分别就乘于一个2 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让它一个变形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顶点着色器啊 顶点着色器啊 我们一般在顶点着色器里面就是改变啊 改变位置 改变位置 它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波浪型是吧 都可以在这得到运用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写的这些东西啊 好 这个TestVirtes有了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Material 好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着色器给附的在这上面去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材质球放在上去 好 然后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纹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变化其实已经变大了 已经变大了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再弄一个加等于 加上一个2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位置是在本身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iXYZ都加了一个2 像它的斜上方移动了一个两个单位 啊 应该 好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就还可以用一个变量去控制 啊 我们在这儿定一个变量 好 我们在这儿定一个变量 我们现在的就是HALF 好 我们这个地方的HALF呢 FAST呢 那么表示还有FLOAT 表示都是FLOAT 只不过它们的精度不一样罢了 我们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地方也要写一下 float 它的进度是32位的 好 我们的这个half呢是16位 都是表示16 我们faced 它是12位 那么都是表示福点数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采用一个小的精度 我来去表示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让它乘等于 乘等于我们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好 我们就可以调节 它的这个pression 我们这样就可以缩放这个 啊 缩放这个立方体 看到 因为我们改变了它位置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顶点桌子里面 这个地方的变化呢 是一个啊 这个 变放大缩小的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更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拷贝过来 我们变成加等 然后乘上它的一个法线 因为我们现在移动呢 都是按照一个方向移动 那好了 我可以让它的随着法线的变化 Vader Vader Lomo 好 乘上 它的法线啊 因为每个面的法线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这个得到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每个顶点的法线都不一样 那么得到的结果就会有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让它的位置随着法线的变化而变化 四个 它的总共八个顶点 就随着法线的变化而变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此时此刻已经有变化了 我们看到它是四个面 四个面随着啊 随着我们的这个四个方向啊 就是因为这个面的法 法线是朝着这边 那么上边就朝上面 下面就朝下边 所以说我们加上这个四个法线 那么每个顶点的变化啊 每个顶点就把这个立方体给拆开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顶点的一个啊 怎么样一个变化 好 后面我们再给会还会给大家讲解 这个顶点的一个啊 变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